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库玛和 Lisa的小课堂 今天是第一期节目 所以我们就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和Lisa呢 首先我们是室友的关系 然后我们都会说日语 所以我们平时在寝室里 经常用日语交流 所以 南南平时 宝博是一个龙子一样 他们平时经常听不懂我来说什么 南南的化妆 多分 日本的方法 也认为有 確实有日本人 对 一直在说 谢谢 看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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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其实 就是 我是因为 我平时就是 一直都很喜欢看动画呀 看日剧 然后看的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自然而然的就能听懂了 但实际上 Kuma 是文盲 我并看不懂 所以你们平时给我评论的 我还要去 在医院 就是我能说 嗯 平价 就知道 对 对 对 然后 Lisa呢 Lisa 我为什么会说 日本语 我说 我母亲是中国人 我本来是中国人 现在我老老家在中国 对 我一岁到五岁 就是 老老家在中国 小学校一年生 一直在日本生活 因为比较我日本说的好 嗯 好 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 刚才Lisa说 她在五岁之前 一直都住在中国 然后在那之后 就一直都住在日本了 所以其实大部分时间 都住在日本 所以Lisa 其实比起中文 她的日语比较好一点 嗯 不过 目前我们这个节目 肯定是会有继续的 但是我还没有想好 暴露什么内容比较好 嗯 因为 嗯 就是 来 握手绘的大家 可能也有日本人 然后 大家可以 互相用日语交流一下 然后来握Lisa的小手的时候 也可以用日语跟Lisa说话 所以 我想 我们想在这里 教大家一些 平时可以用到的 是简单的单词 嗯 那今天 我们就叫大家 Ohio Ohio Ohio就是早上好的意思 Ohi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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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请Lisa写一下Ohio怎么写 Ohio怎么写 Ohi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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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io的日语 Ohi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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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学会了吗 Ohio 就请Lisa把正确的写在评论区 嗯 好 那今天酷娃和丽莎的日语小课堂就到这里啦 大家下期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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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